那么学习完关于调形图的绘制之后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如何来绘制这样一个直方图 直方图呢 和我们之前图形绘制都有些不一样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该怎么做的事情 那假设我们绘制到了250部电影的时长 在列表A中间 然后呢我们需要统计这些电影呢 只能分布状态 比如说10分钟到120分钟 有多少个电影 那么120分钟到130分钟 这一期的有多少电影 130分钟到140分钟有多少电影 这些信息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量统计出来 或者说出现的频率给它统计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就使用直方图来做这些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所说了 10分钟到120分钟所出现的次数 120分钟到130分钟出现的次数 都都是一个连续的 在L值上是一个连续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应该用直方图来做这个事情 那直方图 首先我们得清楚 它调用什么方法来做这个事情呢 它用一个叫做Hace的这个方法 那Hace的这个方法 和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有些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它要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这样一个列表 里面都是字符串 都是数字 然后呢还要传什么呢 还有一个Number Beans 这里我写的是Number Bean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要把这个数据呢 分为多少组 比如说要分成10组 那么对的话呢 就会有10个数条 比如当前这里我分成25组 那么它就会有25个数条 你解吗 要把数据分为多少组 比如说这里看到 78到81 81到84 84到87 其实这每隔三 每隔三是一组 对不对 每隔三是一组 如果我们在这里指令一个组组的话呢 它会自动的帮助我们 把这个图形给画出来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个数据 先去尝试一下 然后这个图形该怎么绘制 那么 那么 我们在这里写下代码 配置 46 也是一样的 FromModeproNib ImportPyProt 或者Plt 然后FromModeproNib ImportFoundMonager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是不是有可能在看电影啊 没听见吗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A 对不对 这样一堆的数字 我们要把数字通过直方图 给它展示出来 对不对 那展示出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 刚刚说了 使用Plt- 什么方法呀 黑死的 对不对 传入原则的数据A 传入它分成组数 比如说 我们这里分成20组 我们再使用Plt- 收一下 这使用呢 是非常简单的 就这样可以画出来了 那只不过我们要 把这个图形画到非常完美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添加一些细节 对不对 配置46 就这样的样子 直方直接就出来了 对不对 一共它帮助我们把它分成20组 只不过现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见 对于这样一个 X轴正刻度呢 好像是不完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比如说从 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样子 对不对 这一块 它的高度呢 可能是个2或者3 那这个呢 可能是个4 这个呢 也是2 然后这个肯定是1 表示什么呢 表示在 比如说 它是从74到81 或者78到81 这些范围的地方 电影呢 一共有三部 在这个范围的电影呢 可能有四部 这个范围的电影有五部 所以它就能够 非常快速 直接的帮助我们 把这些数据统计出来 那这时候就有 这样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首先 这个组数是如何确定的 对吧 组数怎么算 那关于组数怎么算呢 我们是有个公式的 那么在数学里面呢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 首先 将数据进行分组 如果数据在100个影内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把数据分为 5到12组 这是数据在100个影内的时候 但是往往呢 我们这个数据呢 可能并不是 100个影内 我们可能有很多个 比如1000 上1000个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得考虑一下 把数据分为多少组 可能更合适一些 然后组数之外呢 还有这个组数的一个东西 组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组 它的间隔是多少 这是组句的意思 能理解吗 比如说这个地方 78到81 它组句就是3 对不对 这是组句的意思 然后呢 指的是 每个小组之间 两个端点之间距离 那么 我们这个组数 可以怎么算呢 就是使用极差 除以组句就完事了 就是最大值 解极最小值 除以这样一个组句 然后呢 给它取一个枕 就可以了 那在我们代码里面 也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我们确定一下 这个组句 但是这个组句呢 确定的时候呢 大家得注意了 就是当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 电影的数据 它大概 大部分应该 其中在100左右 对不对 不是非常散 如果说我们有准数据 它的分散 特别特别分散 怎么分散呢 比如有的数据 在0这个位置 有的数据 在1万这个位置 有的数据 在10亿这个位置 那你这个时候 你的组句应该 取多少比较合适呀 是不是就应该 取得更非常大呀 不能像这里一样 这里呢 我们在课程上写 这个组句呢 我们设置为3 如果大家想一下 有的数据集中在0到9 有的数据集中在100到1000 有的数据集中在1万到10万 有的数据集中在10万到1000万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再把组句设置为3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会分成几十万组呀 就肯定是不合适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得把我们的组句调大一些 根据这个数据的 我们具有的数据 这样一个一些属性 我们决定如何去 把这个数据呢 如何去设置这个组句 然后呢 最终能够算出来这个组数 对不对 那比如说呢 在这里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先设置一个计算组数 那比如说 这些一样 number beans 我们设置成5 就每个5呢 我们画 我们多来一个数条 那数条之后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得计算一下 它的组数 对不对 这里不会有的number beans 这个叫d 就是组句 组句 那么组数呢 就是number b 怎么算呢 就等于max a 获取a里面最大值 对不对 然后减去 a里面最小的 对吧 把它拿到之后呢 干什么呀 取整对不对 取整除以t就好了 这不是算了组句了呀 那算了组句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来用一下 那用一下还不行 我们是不是还得设置 这样一个s的刻度呀 s的刻度该怎么设置呢 肯定也是这样 就是prtxt 对不对 那这里面 我们就要把这个数字 汇取上去了 数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数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range lean a max a 然后呢 加d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应该加1吗 加d对不对 加d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最终 可以能够取到最大值 对不对 那当然了 我们得刚好确定一下 这个max a呢 它是否 刚好 在最大值的那个位置 如果不在的话呢 我们想到最大值想出来 应该这样做 当然了 这个现在说的 大家可能不是太理解 那么就这样先写 这里写错了 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把这样一个论景 min a到max a 按照这个图计来 画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呢 就决定是否要做后面的事情 这是78到83 看见吗 83到88 88到93 这是什么呀 每隔5 对不对 85也是13 是吧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最后这个图形 最后这个刻度 这个地方 它没有或者出来 为什么没有或者出来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不包含max a的 对不对 当我们在画range 当我们使用range的时候 它是不是不包含 后面这个结尾 这个地方的内容呀 那如何让它 才能包含进去了 加什么呀 加1 加1可能往往 它也包含不了 应该加d 对不对 加d 才能让它 刚好把它包含进去 对不对 它有可能 比如说 刚好这个 这段值呢 可能是在154这个位置 你加1到155了 它还是取不到最后这个值 是不是 所以你让它加d 比如说它在154个位置 加d之后都到这来了 然后按照步常来取的时候 刚好能够取到 158 对不对 是不是呀 加d之后它肯定取到 因为这个时候加d之后 整个数据长度已经移出过去了 所以按步常来取的时候呢 刚好能够取到158 否则的话 如果只是加1的话呢 它是取不到158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加这个d 能理解吗 这地方加d能理解吗 可以 可以是吧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加1的话呢 它可能还是取不到它 那为什么加这个d取到呢 加d就可以强行的把这个 上线的往右移动一个d 这样一个距离 因为d这个距离之后呢 它肯定是能够取到maxa 这对的值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它肯定就能够把maxa包进破坏进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r就刻度了 肯定能够出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这你是不是就有了呀 但这个地方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地方为什么错位了呢 对不对 大家没有发现 我们不是按照这个d来取的吗 为什么地方错位了呢 我们 我们为了看清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画一下这个网格 对不对 画一下网格 我们看效果看得更清楚一些 那PLG点Grade 对不对 Grade呢 我们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那么 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还可以试一下图形的大小 对不对 设置图形的大小 那就PLG点Fager 对不对 然后FagerSize 那28 然后DPI对于80 来看一下 83这个位置就已经往右偏了一些 一些 88这个位置呢 又往左偏了一些 对不对 每次都往左偏了一些东西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组句 不是我们能给的那个组句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大家没有发现 我们在这里给的78到83 居然比这个地方 大一点点 对不对 88这个地方也大一点 93这个地方也大一点 是不是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越来越大了 对吧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这里比如写的5 对不对 不是写的5吗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B的结果 然后B应该是取成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配举46 15分成15组 这地方分成15组 每组是这样一个 把A分成15组 然后呢 每一组 先从73到83 然后这里起的组句 或者出来 多一点 多一点是为什么呢 有可能是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整出的结果 对不对 是不是它是一个整出的结果呀 它分成15组 比如说当前我们一个数呢 它其实除以15的话呢 它是除不进的 对不对 那除不进的话呢 它就会 每个就往一边多一点点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就算是结果 这个Number Beans 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这里 在课件上来写 这件上的时候呢 给它们演示的 一直都是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原来是3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意外发生呢 这个时候呢 因为3能够被120诊出 但是125也能被120诊出呀 对不对 是不是5能够被120诊出 当前250部电影 250部电影能够被5诊出 大概结果 这个也是最大值减最小值的结果 能够被你诊出 对不对 所以这比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大值最小值 什么样子 Nux A 然后呢 看一下命A 看一下这个结果 然后看一下命-max maxA-命A 这结果 78 确实能够被3诊出 对不对 被3诊出的书呢 刚好它没有问题 但是不能被它诊出的书呢 它就汇出了有问题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 给它一个组句 给它一个组句 D 它让这个D呢 取最大值到最小值 然后呢 算了这个除法 算了这个除法的时候 如果它除不近的话 它就强行的把这个图形往右移动了一点 移动一点的距离 所以我们这里就出现了这种错误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这里选的时候呢 应该尽可能选进入相同的 但这个地方应该 这个地方呢 可以同样的讲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这里我们还是写这个之前的5 写这个5呢 我们把它做个加1的处理 对吧 把它做个加1的处理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估计它又会往左移了 之前它是往左移的 这里 这时候加1移动 它估计又会往右移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对不对 是不是又会往右移啊 刚好就达到效果 就是这种对不上这种效果 对不对 对不上这种效果呢 往往并不容我想要的 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关于整除这一块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一组 如果说我们直接把这样一个 不是整除结果 就不算整除 就是算除法 地板除法 就直接整除之后结果 作为Number Beans的话呢 就分成组数呢 可能它是一个小数 理解吧 在S主上显得它是个小数 这样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看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先来这样做 就是先来看一下 它是否能够被该数字整除 如果能够被这个数字整除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作为这样一个组句 来做这样处理 然后呢 客户的时候呢 我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地方 它不能被整除 还有没有一些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法 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里尝试呢 可能是的效果并不特别好 而且很拿不时间 对吧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知道 它最大值减最小值 这样的结果呢 是能够被三整除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写个三在这里 然后写个三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得到一个结果 刚好是能够一对以上的 因为最大值减最小值的话呢 它刚好是能够被 这样一个三进行整除了 对不对 你理解吧 那么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 我们在黑色的里面 这个地方具体按什么样的组句 来进行这个分组的话 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传选 其他的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在黑色的里面 黑色的 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beams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传选是x 以及这个beams对不对 那个beams的我们来看一下 整数或者说是arenec arenec是什么样 像素组的类型 对不对 或者说可以利用一个可理代类型 然后呢 if 如果它是数字 如果它给的数字 那么beam加1 beamage are returned with funk 我们看一下 range as参数叫range tromple or optional and ignored range is the lower and upper range of the beans the lower and upper and layers are ignored if not provided range is as than mean as than max 最小值最大值 好 这个问题呢 我们点一下来看 这个问题 我刚刚给大家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beam这个地方 当我们在一个画图的时候 我们这个组句不均匀的时候 组句不均匀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我们画这个图 我们是组句都是3呀 如果说我们希望有的地方组句是3 然后有的地方呢 组句不是3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number beans这个地方呢 给它传一个数组 理解吗 传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表示它的组句 比如说前面的组句是3 后面的组句呢是5 那么我们可以决定 根据决定把它分成多少组 然后呢把这个组句呢在这里来描述一下 放一个列表里面去 传到这里就可以了 能理解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关于这个例子呢 我们等一下就来用到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知道 在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要混这个图形的时候呢 尽可能就需要把这个组句呢 设置成能够被min 或者是max整出的这样一个数字 然后呢 或者是混出来选这个组句呢 应该尽可能的合适 就是什么意思呢 刚好能够完美的去呈现这些数据 不要run 这些结果是有的地方 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把这里设置的组句设置的100 然后呢 所以设置的100之后呢 可能它只能分一组了 对不对 那分一组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分一组的时候 就是一个数字条 对不对 一个数字条 它是非常不能够非常完整的 或者完美的去呈现这个数据的 所以那个数呢 我们就应该考虑去把这个数据呢 分的更小一些 对不对 然后呢 尽可能run 每个区间呢 都弄得有数据 这样子的我们才能看出来这个数据 到底分不在哪个区间分的比较多 对吧 那比如说在当前这个图形呢 我们在让它等于3的时候呢 这个图形里面呢 可以看一下 它们差不多呢 在这样一个位置里面 在这样一个位置 它数据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大部分电影呢 可能都落在了 从105到 到这样一个 138或者140 这样的区间里面 这个数据会比较多一些 对不对 我们要加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105到141这段范围内 它的电影的分布时长 差不多都是几十在这个范围内 对不对 也就是100分钟左右 然后到140分钟 也就是两个半 两个小时左右 对吧 或者两个小时 20分钟 这段范围内 所以电影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其他的范围内呢 相对来说 电影数量比较少 那比如说 比78还要小的这个电影呢 几乎都没有 对不对 那87到90这段范围内的电影也没有 比156这段范围内的电影呢 几乎也没有 那么很少有看到电影 是超过 到了三个小时的 对不对 就这样一个规律 我们通过这个图形呢 就大概能看出来 这所有数据呢 都大致落在哪个地方 那么刚刚我们会说 这样一个图形叫什么图呢 叫做 频数分布直方图 它是统治的这样一个数 看出来吧 比如说这个区间 和这个区间内的 这样一个数据的多少 数据的多少 看出来吧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同意什么呢 一个频率分布直方图 就比如说 在当前105 102到105这个区间内 它分布的数据 占整个数据的多少 多大一个频率 你解吗 要计算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在之前的代码里面 稍微改个地方 填一个参数就好了 填一个参数呢 填一个normal d 然后等于1就可以了 或者等于处 true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重新绘制之后的 这样一个频率分布直方图 都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当前117到120 这段分钟内的 这个数据呢 占得比较 占得最多 对不对 占到了整个 所谓的0.028 这样一个范围 对不对 当前呢 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每一段 每个区域内 这段电影的数量呢 所占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 当前一般的 15到108 所占的比例呢 是0.023或022 这样一个位置 对不对 能看出来对吧 这个地方 我们通过这个网格呢 应该看起来 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后续呢 在画这个直方图的时候呢 往往我们都会 把这个网格给加上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 这个图讯上面 去看这样一个数据 到底所处的位置的时候呢 能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看得非常直观 这是这个地方 能看明白对吧 好 那看明白这个问题之后呢 那么下面呢 有新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美国在2004年呢 人工普达发现 有140万的人 在离家 下面较远的地方工作 然后呢 根据他们从 家到上班地点 所缺到的时间 然后呢 进行的通校统计 出来下面一个表 然后这个表呢 我们把这些数据呢 都放这来了 首先 首先这个in total 表示的是 这样一个区间范围 0到5这个区间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0到5这样一个区间 它有的这个人数 是836人 这是抽样统计的人数 这是总的人数 比如说836人 然后呢 5到10 是2737这么多人 对不对 然后呢 10到15 是3723这么多人 然后它把这个结果 都放到这里来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Y4是什么呢 就表示这个组句 看见没 0到5这个地方 组句是5对吧 5到10的组句也是5 然后10到5 前面组句都是5 但后面的组句变了 后面的组句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15 30 60 对不对 因为遇到后面 这个数据可能越少 所以它组句呢 就变得更大一些 尽可能呢 不用分那么多组 然后呢 不然的话呢 分了太多组 那后面的那些组呢 可能它的数据 量都比较小 对不对 所以这是这些数据 那问题来了 我要把这些数据 使用直方图 给汇图出来 该怎么汇图出来 这是 S9的点 对不对 这是组句 然后这是数据 我们把它汇图出来 该怎么汇图出来 首先明白一点 这个数据能汇图成直方图吗 如果汇图成直方图 我们传什么数据进去了 要汇图成直方图 要传什么数据进去啊 是不是传X 就是传所有的数据 加上一个组句啊 那所有数据在哪呢 这里有吗 这里有吗 有吗 没有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这个数据 是它统计之后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它统计出来 在0到5这个方案里 有836人 它已经统计出来了 但对我们 使用HATS这个方法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呀 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原始数据 对不对 是不是需要这样一个原始数据啊 只有一个这样一个原始数据的时候 我们使用HATS的方法 它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统计 然后统计出来的数据呢 使用这种方法来呈现出来 但是当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经过统计之后的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想要通过脂肪图 汇职它的时候呢 是汇职不了的 能理解吗 这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下面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哪些数据能够汇职脂肪图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刚刚那些数据呢 它是汇职不了的 因为它是统计之后的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为了去汇职出 或者达到这样一个脂肪图的效果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去汇职调硬度 你解吗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调硬度的条呢 连到一起 连到一起之后 是不是这样一个脂肪图的效果了呀 能理解吗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 拿数据进行汇职脂肪图呢 就是那些没有进行统计过的数据 才是可以汇职的 你解吗 没有进行统计过的数据 才是可以汇职 如果这些数据呢 是经过统计之后的 它是汇职不了的 能理解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 只有汇职方图了 只有汇职调硬度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经过统计之后的数据 我们是汇职不了脂肪图呢 我这里说的意思是 你使用不了Hase的这个方法 因为Hase的这个方法 它拿的数据传达数据是什么呀 比如说这里呢 这样一个A 它是没有经过统计的 一组非常庞大的数据 它会自动的对达进行分组 根据传的组区进来 自动对达进行分组 能理解吗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就需要注意 对吧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这个地方的 这样一个数据呢 混制成直方图的样子 通过调整图的方法 那么下面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新建一个PUL键 配起428 我们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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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数据粘贴过来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东西是什么呀 这时间段对不对 时间段又会是在哪的 是不是会有s的轴上呀 这是什么呀 组句对不对 组句该怎么绘制呀 组句该怎么绘制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反正有这样一堆树 这个树肯定是展示在Y轴上面的 哪一个树上该怎么绘制呢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绘制这么多长条 对不对 这么多长条 对吧 那这么多长条 我们每个条它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每个条宽度是不是不一样的呀 宽度那个地方用力又来了 比如说之前 我们就拿之前的 PLT-bar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知道 或者x或者y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ys 对不对 那个ys它可以是这样一个列表吗 对不对 为什么它需要用列表呢 因为它宽度不一样呀 有的宽度它是5的 宽度是15 或者是30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个宽度给解决了呀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它的方法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看一下 这是pandas不是 Malapronim 在这里 ys 是不是可以是列表呀 scalar orrenic orrenic 就是看起来像数组的 对不对 所以说表示什么呢 它是可以是一个列表的 对不对 那现在就可以来做一堂 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怎么做呢 首先绘着x轴 x轴要绘什么呢 x轴要绘什么呀 x轴要绘什么呀 我们就用它 先去当下x轴去看一下 然后把它绘着上去 对不对 这是y对吧 然后把yx传进去 对不对 yx是什么呢 就是yx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pd点 看一下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当然我们最好 其实前是干一下 做个什么事情 设置图形大小 plt点figure 对不对 figure figure size 然后就是28 对吧 然后dpi 80 然后也是python 配一起48 对不对 48 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个样子 首先 首先为什么会有负的呢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负的呢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负的 这东西出来呢 是不是 然后其次呢 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宽度 我们得确定一下 它是不是就跟我们刚会人的宽度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quality 它的个数 和这个wise的个数 是不是一样的 它有可能它们两个个数不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长度呢 它并不一致对不对 我们应该会是这么多quality的这个数据 但是它宽度呢 其实可能并不和它宽度一致 所以才有可能导致这个图一那么怪 所以我们都来确定一下 这有三组数据 这三组数据 这三组数据的它们长度是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先把这个 把它长度给打印出来看一下 trent一下 比如说intervo 这个是我们最终要显示在位主上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是我们要 画的这些宽度 每个数据的宽度是会一样的 对吧 然后还有最终呢 它会到外主上的那些数据 它的个数呢应该也是都是一样的 再来跑一下成续看一下结果 都是12条对不对 都是12条说明什么呢 数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数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数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唯一的有问题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宽度呢 好像我们不太满意 前面都是我 它的宽度应该是一直的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它混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宽度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 对不对 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 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 再去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前面这个地方的宽度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地方宽度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宽度又变窄了 这个地方宽度又变窄了 对不对 整体来看的话 这个宽度是非常的丑陋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想要 来自己调整一下这个宽度 该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 或者说 先拿最简单来说 我们就把它先绘成 宽度是统一的这样的宽度 比如说都把它设成 默认这样的宽度 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宽度删了 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样子 对不对 如果是这个样子 宽度都是一致的 我们如果拿它来做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现在它出来还是一个调音图 对不对 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质方图 质方图调音图看起来哪个地方不一样 是不是它们都连在一起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尝试着 去把这些图连到一起 那如何把这些图连到一起呢 是不是每个长条它是有宽度的对不对 是不是有宽度呀 我们只要把这个宽度设置成什么样 是不是设置稍微大一些就可以了呀 那多大呢 多大呢 会比较合适呢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 我们去看一下 它是每个宽度 它是有默认宽度的 这默认宽度它是0.8 看起来什么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宽度设置成1 它是不是就连在一起了呀 1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的 设置成1之后呢 它设置到一起了 那连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还得有一些地方需要做一些调整 什么调整呢 就是X轴对不对 它最开始这个X轴应该怎么换呢 应该这个地方是0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什么呀 5 这个地方变成什么呀 15对不对 这边变成2025 然后后面呢 这个刻度呢 应该再做些调整 因为后面加的数变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该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在这绘制的时候呢 或者说 比如说这里就是Rage12 我们直接改了吧 这是12 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因为它一共是12个嘛 所以首先呢 是-X 我们在这写下 就是设置X轴的刻度 这是真的X这件数字 它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Rage12 对不对 Rage12这个数字 它应该往左移动一下 对不对 往左移动多少呢 大家一看到 刚刚我们图的这个图形 它应该往左移动多少呀 0.5 0.5 对不对 是不是往左移动0.5呀 所以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比如说什么呢 i-0.4i1 他对不对 这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效果 我们还有plp的grade 也画上grid 加上这个方法 那这是X 那真正的X呢 应该是什么呀 pick.tics.labels l-e-b-e-l-s 真正的X应该是什么样的 显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是不是应该是它呀 把它显成在这里 然后plg.xtx-x 然后呢 -xignables 对不对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重新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机构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0.5 60到90 那90到哪儿呢 90到哪儿呢 是不是没有把它给画出来呀 90到哪个地方呢 它最后一个 这个间隔是60 看见了吗 所以90应该到哪儿呢 150 对不对 所以它后面少于150 对不对 那少于150 这个地方该怎么换呢 这个地方该怎么换呢 是不是首先这个g 刚刚X本身应该加个值呀 刚刚X本身应该加个值 对吧 那intro它本身应该加一个值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办呀 是不是变成13就好了呀 变成13是不是加了一个值呀 然后呢 我们让它加等于什么呀 加一个150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是不是加一个90加60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90加60 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值了呀 多一个值 从来扣上去 是不是就好了呀 关了 关了哈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把它汇制出来了呀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相当于通过什么呢 通过调义组的方式呢 把刚刚这个要汇制的脂肪 给它汇制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区间呢也是这个样子 1到5 5到10 10到15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汇制的图形 其实并不懒 懒的是在下面呢 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调整一下 X的刻度 对不对 这个事情呢可能要比 之前要费劲一些 就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地方应该能够理解 对不对 这个下面的表现是宽度 对不对 然后呢下面表现是X轴 对应的这个值 那9的最后这个60这个地方呢 当然是没有显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长度都是12 他可能在同一个值的时候 希望他们长度是一样的 然后或者说结果就是这样 这个样子 把这个样子对应出来 在图形里面就这个样子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网格太粗了 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 可以把这个网格的 稍微调的细一些 AL PHA等于比如说0.4 然后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做这个练习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有两个 第一个对大家一起 再来回顾一下 刚刚我们使用了这样一个 bar的方法的使用 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什么样的数据能够汇制制方图 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汇制制方图的 对吧 只有那些非常原始的 没有经过任何统计的数据 是可以进行汇制制方图的 因为统计这个过程呢 需要我们黑色的方法 它自动的帮助我们做 它不需要我们之前 化而添足的 去把税数据进行一个统计 如果我们之前 把税数据进行的统计之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能选择去 或者这样一个 调形图可能更好一些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大家能够理解对吧 那么在最后呢 还有一点支持 就是关于 职方图的更多应用场景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点 首先 用户的年龄的分布状态 比如说 我现在呢 公司有个APP 这款产品呢 或者说有个web 这个产品呢 有很多人注册 我们想要知道 这些注册人里面 大部分人 都分在哪个年龄 年龄段 比如说 10岁到15岁的 10岁到20岁的 有多少人 20岁到30岁有多少人 30岁到40岁有多少人 40岁到50岁有多少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 或者十方图 来实现这些数据 对不对 因为年龄这一块呢 它是一个年续的数据 对不对 一段时间内 用户的点击次数的分布状态 用户点击次数的分布状态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们刚刚比如说 新上线 上线一个新功能 新功能上线之后呢 我们想要知道 在这个一个月之内 每隔五天 用户的点击数量的变化情况 或者用户的点击数量 点击那个数量 然后呢也是可以这样的 通过或者直方图 也是可以看出来这个效果的 对不对 可以看出来 在哪段时间内 用户的点击数比较多 或者说比如说 在一天之内 我们这个ABP呢 一天之内有很多人 很多人在用 对不对 那么一天之内 活用户数分布在哪个时间段 对不对 比如说 可能有的用户 它是分布在 在从9点到12点的 这个阶段分的比较多 然后呢 还下午5点到10点的 这个阶段分的比较多 那么其他阶段呢 分比较少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呢 用在下边的时候呢 才会用这个产品 上边的时候呢 可能用的人就比较少一些 对不对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 这个直方图来进行 这样一个统计的 那当然了 必须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有 非常原始的这些数据 才能进行这个统计 如果说 我们的数据 经过统计之后的话呢 它可能是 黑死的方法做不了的事情的 来明天见吧 好 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